我现在我就特别好奇一个事 小兵张嘎确实挺虎 我们选看过 那你说为啥张一三跟你打配门呢 跟你打二号男嘉宾 瓜先生批你虎 人的命归样 人各有命 你别跟我拿根谁比 是啥呀元呢 我就是做我自己 做你自己 你想做张一三你也做不了啊 嘎子谢孟伟如今可真是活跃在娱乐圈边缘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已经不拍戏去当了网红直播卖货 而且还隔断时间就上个娱乐新闻 比如他就自己爆料说 张一三如今已经混不下去了 还要找自己借钱 这是加酒喝多了吗 网友都表示不相信 嘎子为何会沦落至此呢 今天就让我们说说其中的故事 点个小赞养成习惯 感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嘎子和张一三是怎么认识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当初的小兵张嘎那部电视剧 谢孟伟饰演的就是主角嘎子 而张一三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配角 不过两人的年纪相反 后来又陆续合作了几部戏 所以两个人一直都有联系 嘎子后来步入直播行业之后 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 他在直播的时候 就是很能够提起别的明星 比如有一次 他说起张一三的时候就很口无遮拦 其实说他提起张一三的时候 是非常开心的 和网友们在一起一往戏 说着曾经在一起开心拍戏的日子 但是后来他就开始放飞了 他直接就说最近张一三混不下去了 还说要向自己借钱 嘎子这个时候就开始得意洋洋了 说自己当然没有把钱借给张一三 因为家里面都是自己老婆管钱的 自己没有钱 而且还说自己这样 就是为了让张一三长记性 言下之意就是拍戏是赚不到钱的 说自己直播卖货比较有前途 网友们觉得嘎子在提起张一三的时候 总是非常不友好 像这次的借钱世界 嘎子就是在炫耀自己如今过得比张一三要优越 要更有钱 也更有前途 这还有一次 嘎子也是提起张一三 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还比较好 之前一起拍戏 结下了友谊 后来还有合作 不过他却总是会加上一句 张一三曾经是他的配卷 这话听着就很奇怪 网友都表示嘎子还是少喝假酒了 越是炫耀的就是越是没有的 张一三虽然也是同行 但是他转型的非常成功 后来那是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出现 而反观曾经是主角的嘎子 如今根本就没有戏拍了 而变成了一个网红 每天就是和别人PK 收打赏礼物赚钱 所以他回忆曾经的辉煌 其实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投射了 嘎子当了网红 直播时爆料张一三混不下去了 找自己借钱 网友都不相信 说实话 围绕着这两人的借钱世界 可不止这一件 网友爆料谢孟伟最近不太顺利 无论补税 他卖掉了北京的房子 而且还找了好兄弟张一三借钱 但是没想到 还是疑似助理发文爆料的 但是这件事情的真假 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只能当做是一个笑谈了 如今嘎子的口碑是真的差 他是如何从一个人人夸赞的童心 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谢孟伟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农村 小时候的谢孟伟非常调皮好动 所以比别的小朋友都要结识许多 而且又很喜欢武术 所以从五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练武 这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后来到了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去参加小兵张嘎的剧组面试 因为他长相并不是最出众的 甚至还有些丑 所以当时的副导演是没有看中的 毕竟好看的童心那么多 但是谢孟伟有自己的优势 后来他就开始展示自己的才艺 包括翻跟头武术等等 后来工作人员才觉得他这一股劲 确实是非常卡 于是他就拿下了这个可以让他吃一辈子老本的角色 但是凡事都有利弊 虽然这个角色家喻户晓 也让他爆火 但是随着而来的就是角色的雷童 后来找到谢孟伟的角色 全部都是抗战小兵 起初谢孟伟还是接了几个 但是慢慢的他就发现自己的形象 已经被贴标签化了 他接不到其他有挑战的角色 而且因为学悦 他离开了娱乐圈好多年 等他回来的时候 他发现审美已经变了 原来他觉得自己可以靠实力说话 走硬汉风 但是后来他发现 自己根本就没有了市场 所以渐渐的也就接不到戏了 也看着当初演自己配角的张一山 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作品 并且也完成了从同行到演员的转型 谢孟伟心里肯定是会有些羡慕的 后来谢孟伟也就索性躺平了 什么演戏什么作品都不如赚钱来的实在 于是嘎子就开始进入了直播行业 变成了一个网红 谢孟伟出演嘎子一决爆火 后来却屡屡碰壁 于是一头扎进了直播行业 不过在直播行业 我们的嘎子哥也还是混得不怎么好啊 随随便便的一个小网红 就可以拿他的痛楚开队 比如有一次有一个网红和嘎子连麦 然后这个网红就说 你如今不拍戏了 开始靠直播赚钱了 是不是因为你被娱乐圈淘汰了 赚不到钱啊 嘎子一下子就感觉被击中了 甚至是累撒直播间 还有他也不被网友买单 他直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卖货是他直播的主要目的 但是他卖的货 似乎都不怎么样 他有一次卖鞋子 在直播间的时候吹得是好好的 说是什么正品质量又保障 但是等到网友收到货的时候 却发现和谢梦伟说的完全不一样 连外观上都有差别 明显就是假货 所以谢梦伟就开始被质疑了 慢慢的大家对他的滤镜就被消磨光了 后来的谢梦伟更是放飞自我了 什么赚钱就卖什么 酒水永远都是利有人的 而谢梦伟卖的酒更是杂牌酒 没有什么保障 被网友称之为是假酒 卖假酒就算了 他卖的价格还挺贵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廉价的酒 但是在他的直播间里却卖到了上千 价格翻了好几倍 这不是把网友当做傻子吗 所以谢梦伟就开始被骂了 不能为了赚钱就这样没有下线呢 于是就在舆论最盛的时候 谢梦伟和潘长江直播连线了 潘长江也是一个老艺术家了 之前他演出了很多出名的影视剧作品 小品也是很受欢迎 所以他的形象一直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一次连线 潘长江就着重和谢梦伟聊了 网络带货的弊端 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谢梦伟更是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说要痛改千非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网友们都以为是件好事 但是后面的发展真是让人猝不及防 首先谢梦伟并没有改变 该卖货卖货该直播直播 没有丝毫要改的意思 而我们的老艺术潘长江呢 他居然也开始直播卖货了 而卖的东西正是当初谢梦伟卖的那一款家酒 这不就好笑了吗 当初潘长江却别人的时候那是一套一套的 如今怎么到了自己却看不透了呢 这还是因为金钱的力量太强大了 让人不得不折腰啊 所以谢梦伟就从一个人人都喜爱的童心 变成了如今直播界的长青术 口碑也是一降再降 让人不得不感叹了 你觉得谢梦伟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讨论 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